哈喽大家好我是鞋底我现在呢是在老挝的首都万象嘛我跟小张哥已经退房了我们走路到这边有一个应该说是小巴站吧准备买个车票坐坐车去万荣万V 哈喽2人对就在这买票的12万一个人跟陈墨说的是一样的这位置都是陈墨告诉我们的估计你还没认识他那个钱12万一个人是24万这就是两张票12点的24万走 哇好热那应该是个韩国妹子吧就在这个文化馆啊文化馆的旁边看到吗我们昨天还走路路过这个文化馆了就在这儿这个位置呢已经是发到视频上了啊大家到这儿来坐车就这种啊看小挖车了啊还不错还不错 十二点发车还有一阵子的先别上车了吧 东南亚这个湿气真的是重 就是走路过来一公里吧 当然了还背了二十多公斤的东西 你看这 哎呀上车了上车了 哎呀 我就坐这儿好了 后来还能看看窗外 十一点四十六就发车了 他估计人差不多了就走了 啊那个韩国美女被邀请坐到副驾驶了 哎 看来 那天底下的男的都差不多 出发出发 啊天气太热了真的 一百多公里就到万荣了万荣我熟啊前面在那儿住过四天的 只要有高速就比较快了 好了准备上高速了 目前啊到现在是万荣到万象这一段的高速是通的 所以呢就不考虑坐高铁了 因为有高速嘛速度也挺快的 停车去个卡 跟国内一模一样 哎呀 迷了一个小时 啊行就到万荣这边了 下高速 哎呀下车了 哎呀 他这边也是一个小车站 嗯 还要再转车进去吧 哦 啊 吃一千转一智 competty garden hotel how much one person money free free 啊 f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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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money really 啊那不要钱的吗 他是 那就相当于是包含那个价格了转运 真的假的 我都不相信了 这边就是个转运 嗯 现在 去我预定的酒店就一公里多 万荣这边啊就比万象好玩了 这不愧是免费的呀 只送个大概 自己走过去 你说这又背包是游灵箱 这箱子还带两个轮 这几百米就到了 在前边 前面啊我就是住在 competty garden 这个客栈呢 还不错 过后下来租个摩托车 先订了两天的 啊 1,170万 一百一十六万 一百一十六万 十二七十一万三四五 来来来 你还知道了 你还知道 我住在雲天 雲天是很麻煩 所以我來和朋友回到這裡 我的朋友是第一次來這裡 對 洗個澡 立馬去租個摩托車 直接進山裡頭 也是一個標尖220塊錢一天 住這家店主要就是為了晚上看日落方便一點 就在這兒 陽台上就可以看日落 先租上一台摩托車15萬一天 兩天的話30萬 我還得去找人換點錢 OK 蓋斯林 在哪 這邊是一個儲物的 加油的 OK 給這個車要倒個像的 我也是第一次騎這種款式的 確實是沒有油啊 還沒出發呢 就得走加油站 還好我知道在哪加油 這種陰性的 鏡子太小了 走完囉 頭推帶好 萬榮啊 咱熟 加油 這個款式的車我也是第一次騎 我也不知道這個有沒有什麼越野能力啊 這個位置誰設計的呀 應該能加一半五萬塊錢 還是馬來西亞舒服 馬來西亞油價兩塊五毛錢 不過10塊錢我就加滿了 這是人民幣 我們現在去1號寫湖吧 上一次是去的是3號 這次去1號 小心腦袋啊 這個橋 哎呀 這個都算好的了 下一個是更爛 這底下是南宋河啊 漂流啊 玩水啊都在這個河上 這才是真正的木橋啊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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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誘拐啊 誘拐啊 學生放學了 走六 走六 哈哈 這邊就涼快一些了 就沒有那麼熱 萬榮這裡啊 然後號稱小桂林 都是這種 喀斯地貌 各種溶洞啊 看一看嘍 這最近這邊下了點雨啊 田裡都有點水了 上一次來還感覺很乾呢 怎麼走來著 直走 直走是吧 上面的山 跟廣西桂林一樣的感覺 就應該是這兒了 還要買個門票 先把車停了 下午來這邊玩涼快一點 這麼多人嗎 這邊 這邊管理的還可以啊 還專門的 你看看 停摩托的地兒 馬的整整齊齊 四四 夜晚 搞上一個芒果 拿到裏邊去吃 一萬五 就相當於人民幣六塊 這個是啥呀 不會是毛蛋吧 買門票 一個人兩萬 那就是差不多 八塊錢一個人 好了嗎 走 進去 有個查票的大哥 票務檢查 OK Thank you 這個蟹湖好像水還是比上一個要輕啊 這是一號蟹湖 也挺涼快的 這個蟹湖的面積還蠻大的 嘿嘿 我們找個地方準備下水 我們找上一個地兒坐 哎 就在這兒 就在這兒 剛好有個位置 在湖邊上 這個一定要 撒點這個鹽和辣椒麵 知道嗎 輕盲這樣子有滋有味兒 哎呦 嗯 哎呀 有兩個 哦呦 這個五米了 我都不敢 再跳一個 哇 這爽 哦 這跳一個泥點 高的確實是 我看他高了 好 哦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